各位天亮十分的会员网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的会员网 今天是周六 前一段时间因为去亚洲 一直没有做专门的节目 去更新会给这个会员做更新 非常的抱歉 今天恢复 那么我们把今天的节目 前面一段会放到外面 公开的给大家观看 完整的内容 只提供给本频道的会员观看 咱们今天先聊一个新闻事件 就是鼠头压博事件 终于有了官方的结论 确认是鼠头 这个本来是并不需要专家鉴定 普通人也可以一眼识别的 但是竟然需要省公安厅 省教育厅 省国资委 还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成联合调查组 来做调查得出结论 看起来官方终于出来主持公道 实际上无助于疗愈 中共各级组织的公信力 这个事情有一些隐含的议题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 之后我们想讨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布林肯访华 随后可能会有更高的美国官员 像财政部长耶伦 像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接连访华 包括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 旧金山峰会上 可能会再次举行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 但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可能其实美国无意干死中共 至少短期之内不想 甚至不希望中国的经济陷入谷底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被俄乌战争后的俄罗斯处境 勾画了一个前景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习近平和官僚系统的权力博弈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看到 就是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是讲 习近平他的一些什么语录金句等等 使官僚们开始每天早读 这个就有点像毛泽东时代的早请示晚汇报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河北省委书记宁岳峰省长王正普 近日在北京向一些中央机构和企业寻求支持 希望他们能够搬到雄安去 并且加快搬迁的速度 分析指出其实习近平的疏解 就是向雄安搬迁指示 正在受到党内的抵制 那么习近平的权力到底巩固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两个事情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标 那么咱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些话题 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个干净世界上的一个新的功能 干净世界现在新增的一个功能叫做hashtag 就是说当你在贴一个视频 或者是贴一个照片 或者是文章的时候 只要里边有某一个hashtag 干净世界就会把它给集中起来 因为这一次前一段时间去亚洲 这个亚洲之行确实是对我和我太太来说 都是非常的难忘 所以想找一个专门的地方记录这段行程 当时在日本台湾都照了很多的像 但是分散在不同的手机里 再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是粉丝们 用自己的手机拍摄的 那么现在这个干净世界推出的这么一个hashtag功能 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手机里边的照片 可以上传到干净世界上 就是您只要在干净世界开一个账号 然后把一些照片影片贴文放上去 然后上面加上这个hashtag 就是2023天亮亚洲形 这样的话呢 这个干净世界就会把所有的这些视频集中起来 就是放在同样的这一个hashtag的页面上 我想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把这一次活动有意义的记录下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也可以开始跟大家互动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也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 那么咱们现在呢 就开始说新闻 咱们现在讲 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他的学生呢 在6月1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发现这个菜肴中有一个疑似老鼠的头 然后呢 就拍照上传到网上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为推卸责任呢 就一口咬定 说这不是老鼠头 而是一个压脖子 这个事情在闹大之后呢 这个南昌高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东分局就介入调查 但是呢 这个昌东分局仍然延续了学校的说法 可是呢 这个视频和照片明明显示 就是一个老鼠的脑袋 于是呢 就出了一个新的成语 叫做鼠头压脖 意思就是说 跟指路为马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因为冲上了这个热搜 而且占据了热搜的第一名 甚至呢 这个中国的官媒央视 在事发之初也曾经宣称这是压脖 那么后来呢 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嘛 所以省公安厅 省教育厅 还有省国资委 还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高大上的这些机构了 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 最后呢 得出结论说 根据权威动物专家 对提取的当事学生 所拍现场照片和影片 进行专业辨识 判定这个义务为老鼠类 镊齿动物的头部 也就是说官方呢 宣布这个确实是一个老鼠头啊 然后呢 说经过认定说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对此次事件负有主体责任 涉事企业负有直接责任 然后呢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负有监管的责任 根据这个中共的这个 食品安全法和它的实施条例 最后呢 决定吊销这个涉事食堂的 食品经营许可 然后呢 对涉事的企业和法定代表人 顶格处罚 就是处以最重的这个处罚 江西官方还表示说 下一步将依法严肃处理 这个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东分局等相关的责任单位 包括涉事企业和责任人 而且还要在全省开展这个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云云 咱们就不念了 这个结论对于很多当初就相信 这个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就是那个南昌技术学院 那个那个技术学院职业学校 那个上面那一级主管单位的 这个调查结果的人 都是非常打脸 包括胡锡进 胡锡进在这个被打脸之后呢 又开始发文高调盛赞 这个调查组实事求是的还原 事实真相这个担当 但是其实呢 这个事情说起来 还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问题 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 比如说这个断头老鼠的身子 到哪去了 是不是一起煮在了锅里 是吧 到底是被谁吃到了 这个老鼠的内脏和他的血液 是不是污染了整锅的菜 是不是有学生食物中毒等等 这些事情其实想想都是很恶心的事 那么这个事情呢 第二个就是他的问题是 本来这个东西是一个老鼠头 它是一个肉眼可以辨识的 为什么需要组织那么多单位的专家组 那么再往呢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专家一致性的结论 对吧 中间有多少专家支持 这个是一个鼠头 多少专家支持 这是一个鸭脖 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公布一下 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恢复了中共官方的公信力 但我觉得恰恰相反 像江西的这个胡新宇案 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这个在网上 大家一直非常关注的体贴女的案子的真相 也是多家机构的联合调查 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无以扶重的 这个说明官方的公信力 只能针对像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小角色 而且还是偶尔说一次真话罢了 这就是中共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是他完全陷入了塔西托陷阱 无论他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民众总是怀疑 至少甚至在他说真话的时候 民众也在怀疑说 你是不是为了讲真话史 为了积攒一点公信力 然后呢 以后为了撒更大的谎 说完这个事呢 我想说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不能误判美国对中共的战略意图 布林肯在6月18号的时候会到北京 18号和19号两天会在北京就访华 那布林肯在临到达北京之前 表示说他到北京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了避免和北京发生误判 大家注意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避免误判这个事情 有的人分析是说 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程度 说如果要是再误判的话 就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我觉得呢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这次会谈 也许布林肯见不到李强或者是习近平 我觉得他见不到习近平是肯定的 他或许只能够跟王毅见面 但是我想美国对中国的底牌是有这么三条 我说一下 我说完之后 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很失望 甚至很生气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要对现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美国对中共的底牌是三条 我认为啊 第一条的话 就是美国并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 因为美国的台海政策是维持现状啊 所以就是说 说让美国去支持台独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美国并不谋求推翻中共 或者是更换习近平 就是不谋求中国政权的更迭 这方面其实拜登也曾经说过 大家不怎么在意啊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 其实美国也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崩溃 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三条我知道就是说 可能很多希望美国干死中共的人会很失望 但是我觉得呢 孙子兵法曾经说过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如果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可能对美国有很多异厢情愿的想法 像前两天就是美国要这个延长 对这个韩国和日本在这个 在华这些芯片企业 不是韩国日本 韩国和台湾在华那个芯片企业的这个许可 让他们可以继续在中国生产芯片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很失望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完全不意外的一个事情 一会我们会仔细的说一下 就是其实那个事情投射出很多美国 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底牌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的战略规划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才强调了三个底牌 美国三个底牌 第一个的话是不谋求 这个台湾的支持台湾独立 这方面其实美国多次明确表述过 维持现状意味着说 改变现状的一方会受到美国的惩罚 如果台湾真的是说突然之间宣布独立的话 美国也认为这是台湾自己找的 中共要打他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美国未必会接受台海战争 台湾我觉得对美国这一点底线非常的清楚 他也不会宣布独立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中共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 武装入侵台湾 美国也不得不下场参战 所以其实呢 只要不入侵台湾 其他别的事情都好商量 台海这个问题 其实其实是中共的红线 其实也是美国的红线 就是美国的红线是维持现状 双方都不许跨越 那中共的话 它的红线就是说不能够台湾独立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上 中美并不是没有妥协的余地 双方只不过是在各说各话而已 那么第二个底牌的话 就是美国不谋求推翻中共 或者是更换习近平 我把这个事情跟第三个底牌 就是其实美国并不希望中国经济崩溃 我把这两个事情要连起来一块说 大家知道在二战之后呢 美国有一个这个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当时的理由就是说一个繁荣的欧洲 才有助于美国的繁荣和世界的稳定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陷入贫穷和动荡的时候 它很容易走向极权 也就是民众当面对这个社会失序的时候 民众宁愿放弃自由去换取面包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动荡的时候 人人都很这个觉得很危险嘛 对吧 那他宁可是希望出现一个强人 能够把这个社会秩序恢复 恢复之后的话 大家才能够正常的生活 明天才是可以预测的嘛 所以呢 就是当民众面对一个动荡的 贫困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他们是愿意放弃自由去换取面包的 这就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最终会走向极权 就像是二战之前的德国 像这个古巴等等 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些强人通过许诺给人民面包来攫取权力 之后的话 权力到手之后 开始实行极权统治 甚至可能会变成共产国家 所以当时呢 这个美国就认为 如果欧洲那些那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对日本 就是把它打得特别狠啊 就是在二战之后 这个让日本 这个生活非常的贫困和动荡 或者是说让对德国进行严厉的惩罚 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日本 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 所以呢 就是当时美国就决定说 我们必须要通过援助欧洲 重建欧洲的这个马歇尔计划 让这个这些国家 能够重新繁荣起来 然后呢 一起来 这个加入自由社会 然后呢 抵制这个苏联这个红色政权 于是开始冷战 所以呢 美国他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的清晰的 他是希望通过全球共同富裕 然后呢 大家一块来做生意 来推进全球的民主化 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经济的崩溃 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如果中国经济崩溃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全球的经济 现在已经深度的融合了嘛 6月14号的时候 咱们这个频道中呢 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就提到美国 这个就是宣布延长芯片出口的豁免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说美国将允许韩国和台湾半导体制造商保持在华业务 一些分析人士说此举将削弱旨在拖曼中国技术进步步伐的美国出口管制措施 这里边的内容就是说美国商务部的一个官员最近有一个言论说 周拜登呢 这个政府计划允许韩国和台湾的顶级半导体制造商 也就是三星和这个台积电保持和拓展他们在中国大陆现有的芯片制造业务 而不会遭到美方的报复 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 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半导体业进行限制是吧 那么当然在限制的时候呢 像三星啊 像台积电当然也是在这个限制之列 可是美国对这两个公司呢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豁免 就让他们继续在中国可以经营他们的这个芯片 这个这个这个产业继续生产芯片 这个豁免的到今年11分就到期了 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就这个在一次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会议上 就明确的讲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 也就是说还不是一年 可能会是两年三年十年 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话 这样的豁免会一直延续 我当时就曾经讲过 我说这个延长芯片豁免啊 就是我在6月14号的节目里面 我就讲 我说延长芯片豁免在我看来完全不令人意外 而且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豁免的并不是先进制程的晶片 也就不是7纳米和7纳米以下的晶片 而是10纳米14纳米这种晶片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不提供这种豁免的话呢 不仅全球芯片的供应会中断 而且三星公司和台积电公司也会遭到重大的损失 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投了数十亿美元建的这个厂子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 也出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它的内容跟我那天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说美国对华芯片限制放水是合理之举 说美国允许韩国和台湾半导体制造商 保持在华业务有其道理 而且此举对中国的帮助可能没有许多批评者 认为的那么大 这里边的话呢 他给出了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他说中国呢 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中国去年那个芯片销售啊 这个全球的芯片销售是5740亿美元 而中国的话呢 就购买了其中三分之一的芯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半导体的这个消费市场 而且呢 这个很多芯片是用于制造出口和到全世界各地的设备的 换句话说 中国花了1800多亿美元买芯片 这个芯片呢 并不完全是在中国使用 而且很多是用在一些出口的那些设备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如果你不卖给中国芯片 或者不让三星和台积电或者海力士 在中国去生产这些芯片的话 那么中国也就没有办法去向世界各地出口 他现在可以出口的设备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这个问题啊 就中国买的芯片的话 他是制造一些设备 完了之后的话是出口的 如果你不让他买这些芯片的话 中国就没有办法出口那些设备 而中国如果不能够出口那些设备的时候 购买设备的那那一方厂家也好 或者是什么这个这个一些这个企业也好 他们的产业链就断了 因为他从中国买不到这个东西了 买不到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芯片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呢 这个像韩国也好 像这个台这个台积电也好 他们在中国这个芯片的生产量是非常大的 根据研究公司吉邦科技 Trendforce他们的这个统计呢 这个三星和海力士半导体生产的这种 就是这个存储芯片 散存的就是这个Flash Memory 40%的产能是在中国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让中国生产芯片的话 那等于是全球40%的这个存储器就没了 然后海力士半导体的产能是20%在中国 所以就是如果突然之间中断所有在华生产的话 不光是三星和海力士会受到影响 他们会损失数以10亿亿美元的资金 就在华投资 另外的话就全球的产业店都会扰动 等于40%的这个内存就没了吗 或者是40%的那个SSD那个闪存就没了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只能让中国继续生产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给三星海力士和这个台积电 给他们豁免权 让他们可以继续在中国生产 但是呢 这种生产又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因为这种生产的话 他们只是那种低制程的这种芯片 而不是最先进制程 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产业不断的升级 然后呢 所有高制程的这种半导体生产都在海外布局 比如说7纳米5纳米都在德国 什么日本 在这个法国布局 比如说 那这种情况下 慢慢慢慢对中国的这个芯片生产的依赖 就会变得越来越低 而且因为中国他没有办法去购买那些 这个什么先进的光刻机啊等等 就是他你想让他生产这个先进制程 他也生产不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政治家做决策的时候 常常非常的现实 他既要达成一个长期的目标 同时他要避免短期的损失 所以 如果我们要是明白这个问题的话 就如果中共也能听懂 这个美国布林肯这次去对话 这个这个在对话的时候 所讲的这些话的话 那中共应该明白 美国其实并不想干死中共 至少在完全脱钩之前是并不想 而这个脱钩过程的话 可能是五年十年的时间 才能够达到完全脱钩 甚至可能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脱钩 是美国其实在他们的算计当中 他们认为中共是维持中国秩序的唯一力量 这个秩序虽然是一个监狱的秩序 是一个恶性的秩序 但是呢 他认为中国如果一旦失序的话 就会对美国造成立即的经济衰退 就像刚才讲的这个芯片的事情 如果你光机一下 比如说现在中国突然之间动荡了 咱们就假如说中国现在突然之间动荡了 全球一下子40%的存储芯片就没了 然后呢 所有现在大家知道 现在的这个机器啊 这个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设备 用芯片几乎是里面都有芯片 如果全球40%的芯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于全球的经济冲击到底有多大 所以就是如果中国现在突然之间陷入动荡的话 他对全球的冲击就是有这么大 而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哈 一个国际秩序 现行秩序的维系者 他们认为说 如果要是说中国突然之间出现这样的动荡 全球都会陷入经济衰退 全球都会陷入动荡当中 所以美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一种戏剧性的这种 突然之间中共collapse了哈 就是突然之间不见了 我是说政治家哈 就是当然 实际上中共倒台可能并不会出现那种突然之间collapse 这种就是整个全球失去的现象 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的话 他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 中共虽然是维持的是一种恶性的秩序 但是恶性的秩序也是秩序 虽然是一种监狱的秩序 但这个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这可能就是很多美国政治家他们的想法 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我想说的是他们现在正在想的是这个问题 他们正在这么想 那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美国他是在想方设法向中共释放一些善意 就是想告诉中共说我没有想干死你 就像这一次哈 就是这个布林肯访华 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就是那个耶伦他就重申 他说对中国去风险可以脱钩绝对不可以 换句话说 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完全脱钩 让中国完全隔离世界之外的话 他认为这个对全球产业造成的冲击太大 去风险的话是说 我可以就是说在中国之外的话 再进行布局产业链 慢慢慢慢布局 但是说一下子中断脱钩的话 是现在是不行的 说让中国陷入贫困 像中国人民陷入贫困 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或者是经济安全利益 所以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面对这样的美国的一种战略思维的话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事情 我们可以做 或者说这里边有三个变数 第一个呢 就是说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渐渐脱钩 当然不是一次性的 一下子脱钩 一天之内脱钩 在产业链上 当全球可以不依赖中共而生存的时候 那么美国就会不介意中国发生权利分别 虽然这个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但是我觉得我们会推动这个 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就是产业布局向这个方向走 确实美国也在推动 包括G7这个峰会里面都在讲去风险化 去风险化 其实就是慢慢的跟中共之间慢慢隔开 这是第一个变数 就是虽然短期之内 可能美国并不指望中国发生权力更迭 或者并不推动中国的权力更迭 但是长期看来的话 随着脱钩的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现实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 就是有可能 或者至少他不介意中国会发生这种政权的更迭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是我们要推动的 就是要推动这种脱钩的速度尽快的进行 尽快的完成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中共的愚蠢 他不是美国能够控制的 美国可能不想脱钩 但是很多一些愚蠢的行为 会刺激美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就像是这个2月份那个间谍气球事件一样 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跟中国谈 是吧 让布林肯访问中国 结果突然间出现间谍气球事件 刺激了美国 就把整个这个中美之间这个会谈 至少延宕了有四个月之多 对吧 其实很多那种独裁者愚蠢的行为的话 会刺激美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或者下决心做政权的更迭 那打个比方说 如果普京如果没有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也不会下决心去换掉普京 是吧 或者去更迭俄罗斯的政权 那对于这个中美之间这种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非常激进的脱钩的话 那只有发生一些非常戏剧性的事件 或者说我们用戏剧性事件 可能说的就是这个词太正面了 就发生一些极端事件 比如说台海战争爆发 只不过是说 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 如果台海战争不爆发的话 美国更迭中共政权的意愿几乎没有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的话 美国反正也要制裁中国 反正也要把中国 提出到这个国际产业链之外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 就跟普京一样 就已经完全被制裁被隔开了 这个时候更迭他也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我从来一直在我的频道中讲 中共不会他既没有意愿 他也没有胆量 去发动这个台海的战争 这个是我长期以来一直 这个坚持的一个观点 那么当然就是说 也就不会出现这种美国突然之间 想换掉中共政权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中共的愚蠢会使他做一些那种 非常刺激美国的行动 会刺激自由社会加快脱钩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 不能够否定的一个现象 就像那个气球事件一样 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不能够把改变中国命运的 这种希望争取自由的希望 寄托在另外一个国家 和一个外部势力上 自由是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主动去争取 就像是白纸革命一样 说大家站出来举起白纸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在压力下 他也不得不放开 也就是说自由的话 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争取的 同时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像这个 就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 像这个美国啊 像这个西方世界去做一些说明啊 做一些这样的努力 告诉他们呢 这个中国中共的垮台 并不必然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 或者是说中国人已经做好的准备 去迎接中共的垮台 让这个美国在这个方面的话 就是说让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社会啊 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 那么在这个产业方面的话 就是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话 当然这个也就没有必要 搞这种去风险化了是吧 就是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做的啊 也是我们其实是应该努力去做的啊 我们不可能躺在这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说美国过来就发饼也好 或者是这个干了一个什么事把中共干死啊 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 这个至少在我看来的话 在近期之内是很难发生的 美国整个的战略就是这样啊 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问题 最后呢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习近平的权力的真相 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流传了很多 关于习近平讲话内容的